哎 最近被分在家里 真不知道要干啥 快递都回不来 手头没有玩具了 这个咋办呀 哎 对了 我好像还有一个玩具库房呢 走 进去看看 有没有什么新奇的好玩具 哎呀 给大家见笑了 我这个库房呢 不算太大 但是东西好像也不少 但是呢 我们老粉应该都知道 这些都已经开箱过了 哎 这个是啥呀 四地枪模 看起来好像不错 老板 结账 哎 不对呀 我好像就是老板 买回来了 不 居然有这么多 这哪是玩具呀 这妥妥的军火库 看看都有什么类型的枪吧 哎 不认识 哎 又不认识 这也不认识 这我也不认识 我玩吃鸡的时候都没见过呀 一到四 五 六 七 八 原来是重注款 实际上只有这么八种 没关系 八种就八种吧 我相信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都不认识 它是什么枪 毕竟你们只会玩吃鸡 哦 没想到居然还需要我拼装 就是不知道 有没有小子弹可以发射呀 我真是真没想到 上面居然还有仿木门的设计 哇塞 这也太帅了吧 侧面还可以拉刷 麻雀最小五兆俱全 尤其是这个大背景 我的天呐 爱了爱了 没法用语言来形容 请大家记住它的名字 SVD 狙击 嗯 第二个也是狙 别看它现在只是一堆破碎的零件 再过三秒 你就会给我发三个感叹号 PSG狙击 嗯 说实话 这要是自己涂装加个色 是不是更漂亮 你们说银色的好看 还是黑色的好 来第三个 看图 大家能不能猜出来 它叫什么名字 这个就是鼎鼎大名的MK14 带了红怪夜苗 还有超大的狙击镜 前后挡个还可以挑截 可玩性也不错 现在我越来越明白 居民发烧友对它的喜欢了 这把造型很特殊哦 是紧用的 这紧用的G就是不一样 还是双弹架模式 还真是第一支键 想了解的可以自己收TXR1德国的 另外这里还配有一个支架 一般我们直接插在下面的 但是它不一样 我看好像是直接架上去的 这种模式 哇 又刷新了我的认知 看了这四款 应该没有不喜欢的吧 接下来换换口味 这点不一样的 你们见过这种的吗 它的名字叫 单兵携带式 防空脑弹 大炮筒 一眼我就看到了 完工 美国的红眼睛防空导弹 这个还真有一个导弹 也可以装到它的弹堂里面 我感觉使用的时候 应该是这样子的 手拧住这边 按吼握把 这个应该是瞄准计算的 只需要瞄准目标 一发射 哇 直接飞机炸逃 我就想问一下 中国啥手摇 最后更爽的来了 大波罗 MK46 如果我说它是菜鸟专用 应该没有人反对吧 没想到居然还加了背镜 哇 大波罗 狙击 我认识的人里面 能这么玩的 好像只有大餐狐狸 不知道 这一期的开箱视频 大家还满意吗 有没有你喜欢的枪型呢